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 要留意听我的话 就能吃那美物 得享肥干 心中喜乐 你们当就近我来 侧耳而听 就必得活 我必与你们立永约 就是应许大魏 那可靠的恩典 我已立他 做万民的见证 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 你素不认识的国民 你也必召来 素不认识你的国民 也必向你奔跑 都因耶和华你的神 以色列的圣者 因为他已经荣耀你 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 寻找他 相近的时候求告他 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 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 归向耶和华 耶和华就必连续他 当归向我们的神 因为神必广行赦免 耶和华说 我的意念 非同你们的意念 我的道路 非同你们的道路 天怎样高过地 照样 我的道路 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念 高过你们的意念 雨雪从天而降 并不返回 却滋润地土 使地上发芽结实 使撒肿的有肿 使要吃的有粮 我口所出的话 也必如此 绝不突然返回 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 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 必然亨通 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 平平安安蒙引导 大山小山 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 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涨 松树涨出代替荆棘 番石榴掌出代替吉利 这要为耶和华留名 作为永远的证据 不能减出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